然后呢咱们再来看啊就是说现在呢我想看的就是我有了一个误差之后啊 它对我的一个最终进行建立模型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在这里啊我们提出来了我的一个误差和我的一个预测值之间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我说了我的误差服从了我的一个高斯分布 服从完我的一个高斯分布之后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的一个高斯分布的一个表达式给它写出来啊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高斯分布的一个表达式 我们来看啊就是说在我的一个高斯分布当中啊 我写什么根号下2πsq分之1 然后呢这EXP啊EXP啊就是我的一个E啊 咱们的一个那个约等于2.7那个数码 一个E的负的2倍的sq分之啊 然后如果说你算的是误差 那里边传进来是一个咱们的一个性能挨 正常应该去减mult的一个sq分的平方吧 刚才咱们是不是说啊假设均值是0 为什么因为我进行了一个假设就是说 我的误差啊就是它大致有时候多见有时候少见 咱们取个平均大致是0就可以了 其实呢就是你的y等于ws加b 那是不是2y等于2ws加2b啊 说白了我们的一个轴是可调的 轴可调我们的这个均值那必然就是可调的 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对我的误差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公式书写 我们说有的误差是服从着这样的一个高斯分布的 包括高斯分布啊表达式给它写出来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高斯分布的表达式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 接下来我往里代入不就可以了吗 那既然啊你是想求这个sq那sq等于什么 我们现在知道了是一个性能挨我的误差的一个表达式 但是呢我却想求θ 那所以说啊我用θ去表示我的一个性能挨不就可以了吗 θ怎么表示啊我们来把这个等号移到我的右边 说白了y减去我的一个θx 这不就等于我的一个性能了吗 所以说啊现在我可以把这个式子往下继续去带 也就是说用y减去θx来表示这我的一个误差项 那现在啊咱们写出来了新的一种表达式啊 就是说把我的一个啊就是高斯分布啊进行了另外的一种书写 原来我们是看的是一个误差项 现在呢我把我的一个误差项又用了我的预测值和我的一个真实值之间的差异来进行表示 所以说现在呢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比较简单吧 因为我没做任何的改变 上面就是一个标准的高斯分布啊 它的一个啊写法就是高斯分布啊 其实上就是我们这个正在分布啊 他俩说都是一个事啊 只不过说啊它有标准和不标准 那书啊标准就是说这个均值为0啊 它的一个标准差为1 那不标准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种情况 但是啊咱们现在来说就是假设均值为0啊 然后它的一个方差啊或者说它的一个标准差 我们暂时认为是一个sigma啊 咱们不给它指定一个具体的一个值 那所以说啊咱们现在给大家啊拿到的一个公式就是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误差服从了一个高斯分布 进行了一个代入得到了一个新的表达式 这表达式当中呢我们用一个预测值和真实值来表示我误差的一个分布 有这样一个东西之后啊下面要给大家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 上面这个问题啊大家应该都没问题吧 就是我的一个误差啊和我的一个高斯分布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咱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我的一个四栏函数了 今天啊就给大家讲的就是会稍微多一些数学 但是呢讲数学啊就是我绝对啊不会按照咱们去讲书本 那么给大家套这个公式 为大家觉得小例子 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就是咱们再上那个大学 比如说咱们大一的时候会讲高数和限数吧 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大家应该都还给老师了 所以说给大家再溜一遍咱们这个数学是怎么一回事 讲到每就是讲到某支点当中 涉及到一个点咱们就边讲一个点 咱们而不是说啊咱们就是先从头到尾的把数学都给大家溜一遍 然后咱们回合再说 我觉得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时间把数学从头到尾的溜一遍 那这个时间代价是非常大的 普遍啊大家时间都比较忙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这些数学啊或者说大家看这个PP上中 看着了某些词觉得我之前的看都没看或者说大概有一个印象 但是我就忘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建议大家最好的一个思路就是哪里不会点哪里 就是我在讲所有的课当中啊都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套路 永远不要就是说先把一个东西从头到尾过一遍 然后呢我实际再去学另外就是实际在的应用 咱们一定要就是说边用边学 一方面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说你是说啊你去从到尾过一遍数学 你过完第一遍之后你回过再用你也全忘了 如果说你不能把一个东西应用起来 那你这个东西学多少次啊 我觉得到头啊还是会忘的 那不如呢就是说你看到哪个支点实话 咱们就是啊把它先裂透了 裂透呢大家可以回顾的视频 也可以额外在百度参考一些资料嘛 百度啊是比较强大 不是百度大广告 百度是比较强大的就是我们可以搜到很多的博客嘛 很多的博客我觉着他比书写的要强的多 在书上我觉着对于一个支点 你越看可能越不懂 不如大家看一些博客 因为博客啊都是一些个人的理解嘛 像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这些个人的理解要比我们看那些数学公式啊 理解的强的多了 行啊然后咱们回回正题啊 咱们来说完一下这个自然函数 自然函数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啊现在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今天啊我要去赌场进行赌博了 但是呢我现在心里就没底啊 哎呀我不知道啊今天我到底是赢还是输啊 可能我这个输赢是服从着赌场的某一种规则 只不过说呢这个规则啊 我是自己哎呀我是不知道的 也是无从知道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就坐在赌场门口 我去蹲一蹲 然后呢出来第一个人 我问哥们 我说哥们你挣钱了吗 第一个人告诉我他是挣钱了 然后呢第二个人来了 我说哥们你挣钱了吗 第二个哥们告诉我他是挣钱了 第三个人告诉我哥们挣钱了吗 他也告诉我挣钱了 一直到第十个 一共有九个人告诉我他是挣钱了 还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是没挣钱 那这个时候我有什么要认为 这个时候我就认为 我不管你这个赌场 服从于一个什么样的规则了 反正我进去了90%的可能性 我就会挣钱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门口赌了 来了十个人 九个人挣钱了 一个人没挣钱 所以说我认为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呀 所以说我大概率也能挣钱呀 那说白了 这就是我的一个私人函数 我的私人函数当中啊 就是他给大家引述这样的条件 说白了就是说 私人函数是根据你的样本 去估计你的一个参数值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参数估计 那大家可能之后看一些参数估计啊 据估计的时候啊 说的有些太数学化了 咱们往简单想 往简单想就是说 当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参数 比如主场服从一种什么样的参数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就去看一下 我什么观测了一批数据 这些数据啊 服从着一个什么样的规则 用数据去找出来 它所对应的一个规则 这就叫做一个私人函数 说白了 由数据去推参数是等于什么 那形象解释一下呢 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参数啊 跟我们的数据组合完之后 能够更接近于我的一个真实值 为什么这么做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 我的X是我的特征 席特呢 是我的就是我的一个参数 那我的一个参数 我的权重 要跟数据组合完之后 它得是接近于我的一个预测值啊 也就是说 我希望什么 我希望左边这两是 Y和席特乘X 它俩越接近才是越好呢 这个一个性能来啊 它越等于0才是好呢 所以说 我们现在想要的意见 就是说 什么样的参数 跟我的数据组合完之后 它是恰好是我真实值 而且呢 咱们要说什么 咱们要说的 就是说 它们是我真实值的一个可能性 让它越大越好 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 我的目标啊 说白了 就是我的一个自然函数 让我的参数 让我的参数 可能参数现在是未知的 那我们就要求一下呗 什么求解出来参数 跟我的数据组合完之后 它使得我的结果 成为真实值的可能性 让它越大越好 不就可以了吗 在这里啊 大家需要 就是需要明白一点 第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数据 要跟咱们的一个参数组合 因为咱们有这样一个预测值嘛 那为什么要用概率值 越大越好呢 因为我们是希望组合完之后啊 越坚决一个实际 越好的 所以说啊 咱们在这里提出了一点 一个叫做自然函数 自然函数啊 咱们就是我前半天说的啊 什么样的参数 跟我的数据组合完之后 那什么叫做最大自然函数呢 或者说什么叫做 极大自然估计呢 咱们可能听到一个东西啊 最大呀 极大自然估计 什么意思啊 说白了 什么样的概率 能够使得这个结果 越大越好呢 咱们要做的 不就是说 它成为真实的 一个值的概率 让它什么 让它越大越好吗 这就是我的自然函数 这也是我的最大自然估计 所以说呢 我的线性回忆当中 是由什么来进行推讨呢 就是依照着 我们的一个自然函数 依照着我的最大自然估计 要去由数据 去估计出来 什么参数 是合理的啊 简单来说 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嗯 displayed 就是 没 没有 没